接下來要詳細是安全負載電流 就是一條線上面你最多能夠承載多少的電流 因為如果電流太大 你那個絕緣皮可能會被燒溶掉 你就可能有管路或者什麼什麼其他事情發生 所以最大能夠容許的電流叫做安全負載電流 那麼我們前面教過電流的 我們家庭用電的方式是病聯對不對 所以病聯的總電流跟分電流有什麼關係 總電流跟分電流I1 I2 I3 總電流叫做I跟I1 I2有什麼關係 記得嗎 怎樣的關係 不抽籤 什麼關係 要抽籤 然後找一個人問 這種問題是不是會太簡單 問的實在是 找個男生有嗎 有 14 28 28 28 病聯總電流跟分電流有什麼關係 都一樣 都一樣 屁啦 總電流應該是等於全部相檢 都相檢 總電流等於分電流和 請坐 來來來來來 所以分六合 所以如果你如果一個插頭上面 插座上面 插了太多的電器 你就很容易會超過所謂的安全負載 因為每一個都要加上去 所以每一個都要加上去 就可能會超過安全負載的狀況 像右邊這個圖所顯示的 或者是這樣的所顯示的 一個差好多個 差好多個 然後呢 這個要六安培 這個要六安培 這個要七安培 就可以變成十九安培 十九安培 那問題是你的電線 能不能承受十九安培 如果不能承受就會發生一些問題 什麼問題 然後呢這個在以後就會出現在 所謂的保險師的題目上面 然後要裝多少的保險師 或保險師會不會燒斷 或者什麼諸如此類的 或者是就是問他有沒有超過他的安全負載 OK 或者 所以用延長線接一百一十福特的差錯 最多能夠接十安培 然後呢 這樣子耗率一千兩百瓦的共產操作上 請問你這樣子有沒有超過 有 有還是沒有 有 為什麼知道有 沒有 為什麼知道沒有 有沒有超過 為什麼有 為什麼沒有 沒有 應該要換可愛小女生呢 34 可愛小女生有嗎 有 有 14號 34 有沒有超過 為什麼有 有沒有給我數字 對啊 沒有數字喔 就是有 好啦 請坐吧 因為根據公視P點IV P點IV 一百一十福特一千兩百瓦 算算電流量多少 它這麼大 它這個有超過十阿 所以它超過安全負載 所以它超過三千負載 好 所以 有 一百一的 十只有 十倍只有 一千一還有一千二阿 真奇怪 好來 我們家裡的電器呢 是一百一十福特 可是冷氣機呢 卻用二百二十福特 請問你 你知道為什麼冷氣機的電壓要比較高嗎 因為它比較大台 不是比較大台 冷氣機沒有很大台阿 它只是功率稍微大了一點阿 為什麼功率大一點 我就需要這樣做 而且它要花的時間會比較久 它可能開的時間會比較久 它不是只開一下下而已 然後 為什麼 有人可以有答案嗎 有人有答案嗎 我暗示你好了 就跟剛才的公視有關係 剛才內提的答案的公視有關係 剛才內提的答案公視有關係 跟安全負載電流有關係 這個要找一位帥哥男友嗎 帥哥男叫做 帥哥男叫做 三十 是 謝謝 三十 你有答案嗎 起立 沒有 答案 降低電流 降低電流喔 後面講一句 前面念一句 你在念什麼嗎 請坐 提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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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同功率的時候 如果你V比較大 I就比較 小 那你就比較不會超過安全 負載 所以那個大哥 他報個你的答案算是對的 因為他電流會比較 電流會比較小 所以比較不會超過安全負載 這就是為什麼 冷氣機的電壓要比較大 用二百二十伏特的原因 反正就是所謂的安全負載 然後這件事情 當會要交 等一下交保險師的時候 就會用到這個東西 就用到這個東西 然後不可以超過 不可以超過 然後呢 我們要裝多少 我們要問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安全負載電流 OK